当年刘嘉玲被黑班大佬挟持 在那个黑暗的三小时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但是却有照片流了出来 这件事情对刘嘉玲打击很大 后来香港义协会会长 美严方站出来组织抗议 当时有500人参加 一起抵抗无良媒体的行为 当天刘嘉玲被黑班大佬挟持 刘嘉玲也加入到其中 以自己亲身经历抵抗黑暗设立 刘嘉玲是香港演员 1989年刘嘉玲和梁朝伟相识相爱 并且在2008年注册结婚 婚后的两人被人们称为神仙眷侣 为什么如此称呼他们呢 因为他们是娱乐圈 出了名的丁克代表 没有生活中的琐碎 也没有凌乱中的一地鸡毛 当年的刘嘉玲是出了名的风流成性 爱王的刘嘉玲非常喜欢去夜店 不仅如此 她还自己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酒吧 即使现在已经结婚 依旧借不了夜店的毒 而喝醉后的刘嘉玲最喜欢的一件事情 就是抱着别人信吻 那时候的刘嘉玲 在酒精的作用下 完全忘了自己是已婚女士 刘嘉玲在和梁朝伟结婚以前 混迹豪门十几年 当年的刘嘉玲刚刚进入娱乐圈 就被吴君如介绍 认识了富二代许景亨 当时的许景亨 被这个刚刚踏入世俗不久 内心还保留 一丝清纯的刘嘉玲 深深地打动了 男才女貌和美酒家人 两人坠入爱河 但当时的许景亨 父亲并不同意刘嘉玲进家门 理由是蒙不当户不对 她需要一个同样有家世 有背景的儿媳妇 就这样不被祝福的爱情 在三年以后操操结束 没有第三者 也没有感情不合 只是没有结局 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恋爱 刘嘉玲认识了梁朝伟 两人相爱 但那个时候的梁朝伟 主张不结婚 爱情不需要一张纸来替代 渐渐的刘嘉玲 被磨得失去了灵脚 她开始游走于各大富豪之间 第一个被她收入囊中的 就是富商罗兆辉 罗兆辉有多风流 曾经包养圆养仪三个月 周慧明也是她的情人之一 但当时的罗兆辉是有老婆的 而刘嘉玲也有正派男友 梁朝伟 刘嘉玲却全让不顾梁朝伟的感受 和罗兆辉暧昧不清 两人还被拍到在大街上激吻 后来因为罗兆辉破产 两人的感情不了了之 离开了罗兆辉 刘嘉玲遇见了台湾首富郭台铭 当时刘嘉玲和郭台铭 正是暧昧不清 刘嘉玲公然的和郭台铭参加活动 并且实质紧扣 让人大跌眼镜 不仅这样 刘嘉玲和郭台铭一起乘坐私人飞机 对外宣称只是搭顺风机 两人还一起去KTV狂欢 铁下梁朝伟一直晚到深夜 刘嘉玲才回家 那时候传闻刘嘉玲勾打郭台铭 是因为他要利用他 刘嘉玲是有私心的 但是刘嘉玲却不承认 称我们只是好朋友 就在人们以为 两人清白的时候 郭台铭竟放了一个大瓜 我对刘嘉玲是认真的 这就不得不让人们 怀疑两人之间的到底是什么关系了 而刘嘉玲一度传出 和关志玲两女真意男的戏码 因为这件事的发生 让梁朝伟精神状态极度不好 脸上冒斗 严重到脱发 没有婚姻的束缚 刘嘉玲就一直在外面疯完 经过了再三考虑后 梁朝伟决定把刘嘉玲娶回家 婚后的刘嘉玲就安定了许多 从爱去酒吧变成了喜欢爬山 经常和三五好友一起登山 还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照片 很多人夸赞刘嘉玲的皮肤好 有活力 热爱生活的刘嘉玲却唯独不要孩子 选择丁可 这难道就是她对生活的向往吗 不想被琐碎的繁星士牵绊自己 不喜欢孩子 为何还对自己的侄子视如其出 因为西夏无子 刘嘉玲把她十个亿的资产都留给了侄子 不仅如此 刘嘉玲还把自己的车牌照设计成侄子的生日 在侄子大学毕业的时候 不仅现身学校的毕业鼎 还大方地奖励侄子几百万的豪车 为了侄子 从来不做饭的刘嘉玲可以为她下厨 既然这么喜欢孩子 刘嘉玲为什么选择丁克呢 刘嘉玲在一次采访中回应 因为梁朝伟不喜欢小孩 认为生小孩要负很多的责任 她尊重她的选择 但从刘嘉玲对侄子的态度 可以看出她现在已经后悔了 可是因为年龄太大了 现在生孩子已经不太现实了 所以刘嘉玲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侄子的身上 想让侄子为她养老 现在传言刘嘉玲和梁朝伟是表明恩爱 其实各玩各的 因为梁朝伟常年在外面拍戏 很少时间回家 而刘嘉玲也热衷于爬上这个运动 根本不在乎梁朝伟到底回不回来 面对记者提问 刘嘉玲这样回答 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老公 他在外面拍戏已经很辛苦了 完全不用为了我赶时间的回来 夫妻之间是要有心人的 我相信梁朝伟 但是夫妻常年分居两地 真的就好吗 可能这也是 为什么俩人不吵架的原因吧 见面次数太少 现在刘嘉玲和梁朝伟已经结婚十年了 自从结婚后 两人也没再传出过绯闻 而且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被称为神仙眷侣 近日刘嘉玲在社交平台晒出位侄子刘兆恩 庆祝生日的照片 照片中56岁的刘嘉玲依然年轻 打扮得时尚精致 通过照片也可以看出刘嘉玲心情大好 据了解 这也是刘嘉玲唯一的侄子 刘嘉玲对这个侄子疼爱有加 一直将他当亲生儿子看待 甚至有传闻 刘嘉玲的几个亿的资产 也准备留给这个侄子 其实2008年 刘嘉玲梁朝伟结婚后 一直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但结婚14年来 却一直没有生育孩子 这非常让人不见 两个人的颜值这么高 身材这么好 这样优秀的基因没有延续下去 也让很多影迷感到遗憾 其实据了解 梁朝伟至今无此的原因 有以下几个 一 经忙于事业 梁朝伟及刘嘉玲都年纪较大 才考虑结婚 结婚时 刘嘉玲已经43岁 梁朝伟已经46岁 肯定错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 二 刘嘉玲年轻的时候 非常喜欢喝酒 可以说是无酒不欢 而且她的酒量还很大 除了喜欢喝酒 刘嘉玲还喜欢抽烟 大家都知道 烟酒对身体的危害较大 会影响卵子的质量 所以自然导致到怀孕困难 三 梁朝伟不想要孩子 大家都知道 梁朝伟是个暖男 既要照顾刘嘉玲 又要照顾母亲戚妹妹 所以她很担心 有孩子之后会增加负担 因为生孩子实在责任太大了 担心无法将孩子养育好 所以他们经过生死熟虑之后 决定放弃生孩子这件事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四 其实有很多网友都认为 两人没有生育的原因 主要还是在刘嘉玲的身上 不是不想生 而是生不出来 不过彼者认为 按照现在的医学技术水平 如果两人真的决定要孩子 完全可以选择代孕的方式 所以没有孩子的原因 真的是取决于他们的意愿 其实结不结婚是个人的自由 生不生育也是个人的自由 只要他们自己觉得好就可以了 希望刘嘉玲及梁朝伟夫妇 可以开开心心的 一直幸福下去 白头到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